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署長 請王署長 家維你好 署長好 我想很快的先問一下那個 最近周刊那個報跟你沒有關係吧 那絕對不是我 我相信也不會是你 不過這個 對您個人的這一些應該有造成困擾吧 有沒有 應該還好 還好啦 反正親者自親嘛 好 那個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海巡署的業務跟預算 我一向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因為我覺得這是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 必備的 必備的一個配備 那只是說 在我們 明年 即將編列的預算當中 有幾項 我想要請教一下署長 因為這個也事關重大 第一個就是關於南沙的問題 在你們的報告書裡面 包括預算書裡面 提到 這個南沙交通紀錄建設工程計畫 高達33億 對不對 然後呢 103年編列10億 是 然後呢 整個的工程計畫 兩年要完成 是不是 104年底 12月以前 這是行政院折成你們的嗎 是 因為這裡面包括今年已經有設計規劃 然後到 104 要到105年 因為整個經費才會結算 所以105年還編毅了 可是你104年底就要完工 對對對 105年是驗收啦 對對對 我現在請教的倒不是經費問題 是 經費的部分基於整個南沙對台灣主權的重要性 還有整個區域安全的重要性來講 本習是支持這個工程計畫的 可是 本習質疑的是 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在兩年內完成這個工程 你想想看 南沙跟台灣1600公里耶 對 然後你們現在才完成初步規劃嘛 他這個 發包了沒 發包規劃設計 發包規劃設計嘛 然後 明年 10億下去了以後 你明年可以完成工程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35 百分之35 你剩下一年 是 可以完成嗎 因為他那個工程很多錢箱是在台灣做好以後在運營 所以沒有問題 他那個國工級的評估事件也可以 我請問你 我們國內有哪一個廠商有能力做這些工程 有哪些廠商有能力 有哪些廠商願意去標 你標到時候又一直流標 是 因為這個 所以說因為我們海巡署沒有執行的能力 所以我們才委託交通部的國工局 對 他們來規劃設計 那他們認為沒有問題 他們認為是可以執行的 因為 因為 因為是變大我們還尋俗 你們目前自己的評估啦 兩千噸的工程船的運輸 就要四十個行次 對 每一個行次要一個月 對 換句話 四十個月 對 對不對 那目前我們國內有兩千噸的工程船有幾艘 可以承載兩千噸的工程運輸船有幾艘 一千六百公里的運輸 這不是簡單的事 就算你把所有東西在台灣把它做好 然後運過去那邊組裝 是 有辦法嗎 因為我們這部分啦 因為施工的專業齁 所以說我們當時我們受命 這個要建南沙太平島 因為現在這個土地是由我們管理 所以我們當時就問 你們現在裡面是哪一個單位在負責這整個計畫的執行 你不可能說你全部把它丟給國工局 然後叫他們處理 你們都不管啦 沒有他現在是這樣 我向委員報告 規劃設計 是由他們來發包 已經發包 到明年的元月就可以完成 然後明年的二三月他就可以發包 那發包執行大概將近兩年的時間 然後完了以後還在驗收說要105 那個 那個署長本期是擔心我們給你錢 你做不好啦 是是是 你做不完 你來不及做得成 所以我們不是不願意給你錢 所以我要求的是 海巡署必須在進度上面 還有整個發包的進度上面 還有品質上面 你們要去做好控管 不要到時候明年我們金費給人 然後最後你說 沒有辦法發包 那就麻煩了 而且這是一個算是 也算是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軍事部署啦 有安全跟軍事部署的成分在 你不能夠一直拖啊 還有這個全部我們獨立完成嗎 國內的廠商來完成 還是說你們會 會 也會開國際標 這一部分齁 因為 原則上應該是 會開國際標 會開國際標 因為這是那個 國公局他們來發包啦 那所以說這個案子 那這樣子有沒有涉及到 有沒有涉及到 國家安全的問題 如果你開國際標的話 萬一大陸大陸的工程來標咧 大陸的工程公司你們有排除掉嗎 那這個裡面是有規範的 有規範 我覺得你還不是很清楚耶 你們回去把它用清楚啦 是是是 這個一定要跟我們說清楚的啦 是是是 因為 33億的 的經費 是 不算低 還包括那個機場跑道 不只有碼頭而已啦 是 那這些工程的 品質還有進度的掌握喔 是 海巡署你們要負起責任 所以現在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是跨部會來執行 所以說 當時也那邊由工程會來 來 來管考 來管考監督 然後由國公局來施工 然後由我們北署來編列預算 然後我們在施工的期間 由我們提供行政的資源 當時我們是有整個的一個分工 所以說你在施工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就不是說非常的先入 因為當時我們是感覺 也要由我們海巡署 可是你要了解 是 市長 這整個計畫是你們寫的 對對對 南太平洋交通基礎工程 個案計畫書 行政院海巡署 是你們耶 你不能推給說 這是一個跨單位的 然後就算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面所有的工作期程 都是你們自己編的 是是 是海巡署掛名的 對對 你不能推給其他單位 都經過專家討論過 好不好 市長你要掌握清楚 一定是 這個經費是非常龐大的 是是 再過來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 海巡署的這一個 目前人員的編制 是 海巡署目前有軍警 跟一般文職人員對不對 對 還有海關嘛 對 好 那他們 他們有沒有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是有同工不同酬 但是不是很嚴重 差距不大 是有同工不同酬 差距不大 是 因為各適用 自己專實的法律 譬如說像檢察員 他是用檢察員管理 嚴視條例 那海關是用海關條例 那軍資的部位 是用軍資的這個條例 那你們已經成立那麼久了 為什麼沒有自己的一套 人事 的制度 包括 信奉 就算他們 他們原本可能是警察 他們原本可能是軍人 可是我舉個例來講 軍人跟警察 到你這個單位以後 加班費是不一樣的吧 軍人沒有加班費嘛 今年沒有超級加班費 那警察還有加班費嘛 對 所以他原本如果是警察身份 到海巡署有加班費 如果是軍人身份 到海巡署沒有加班費對不對 對 那這樣合理嗎 如果做同一份工作 我軍職跟警察 都做同樣的事情 假設啦 我舉例啦 都是國會聯絡人 那一個也能算加班費 一個不能算加班費 這樣對嗎 他因為他那個薪資結構齁 不一樣 那為什麼 同樣到海巡署之後 為什麼同樣到海巡署之後 即便他進來的考試是不一樣 不能說 有你自己的一套海巡署的這個 這個 我們講說薪水的制度 有我們當時要 要你定一個海巡人事條例 那報行政院 那行政院一時他也沒有同意 你們這樣很奇怪的 因為我時間到了啦 對 我要建議你們 你們應該有你們自己的一套人事制度 不然是很奇怪的事情啦 而且你們自己有海巡特考耶 有沒有 有 海巡特考多久考一次 一年考一次 是嗎 署長 就海巡特考啊 去年有沒有考 去年有沒有考 今年有考 去年有沒有 有 每年都有嗎 去年沒有 你看 明年是有 因為是看我們的需求啦 對啦 30個 因為這個啊 補習班都比你還清楚嘛 對 那你知道你們錄取率多少嗎 我們30個 蛤 你們錄取率多少 海巡特考錄取率 我們大概是9%還是比較高一點 就是在 3至10左右啊 你知道 你知道補習班是怎麼樣形容你們的嗎 對 由於一般民眾對於海巡特考較不認識 因此報考人數不多 啊 進而造就了高錄取率的現象 例如一百年三等海巡行政 道考人數只有373年 錄取率將近百分之十 相對於其他考試 儼然是公職考試的新南海 啊 一般民眾常誤以為海巡特考的錄取者都要在海上執法 其實海巡屬是由軍警海關一百分子人等主神 其中海巡行政錄取多半屬於文職及查器隊工作 所以 無需登船執法 換句話說 民眾可以設定海巡行政的準備方向 不僅錄取率高 考取者也無需出海執法 因為我們的海巡特考裡面還有海巡 海巡輪級的考試上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你們的報考人數 我覺得顯然的 是低於我們其他公職考試的 是 這個我覺得你們要檢討 所以你吸收到的人 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人 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提到的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你們的內部人事制度應該要去做檢討 是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將會